中医直言 脑梗不是吃出来的 饮食合理 调理体质才是关键 大家好 我是沈医生 我看好多人说脑梗是吃出来的 各种各样的食物容易堵塞血管 这不能吃 那不能吃 我不认同这个观点 因为中医是讲辩证的 有的人向来吃素的 不吃高糖高脂肪食物 但还是脑梗了 我在临床上还见过一类人 本来吃的很素 得了脑梗高血压高血脂 但后面均衡饮食了 吃了一些荤菜 反而是血压低了 血脂也慢慢没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人和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适合多吃一些素的 而有的人适合多吃一些荤的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 除此以外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容易患脑梗的人群常见有三个体质 第一个是阳虚体质的人 阳气不足 血液循环不畅 寒凝脑窍 气血淤质在脑窍里 从而引发脑梗 第二个是气质血淤的体质 经常的生闷气 发脾气 导致干气淤结 气不能行血 血凝脑窍 从而引发脑梗 最后一个谈食体质的人群 饮食有关 饮食不合理 脾胃虚弱 蕴化水食水骨的能力出现了问题 从而巨食生痰 痰性凝脂 痰淤护结 鱼足脑窍 从而引发脑梗 那这三类体质的患者 痰食体质是格外需要饮食合理的 需要少吃一些高脂高糖高盐的食物 而气质血淤的人群更加注意的是情绪问题 而阳虚体质的患者需要注意的就多了 饮食 起居 生活环境等等 饮食要适当的吃一些荤菜 最后呢 阳虚只是一个贯称 阳气不足 百病丛生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那我们正阳之气充足了 邪气无法侵袭人体 自然而然的什么疾病都不会生成了 所以不得脑梗的关键就是阳气充足 气血正常运行 好了 今天关于脑梗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